我儿子就是非常喜欢他 就是他跟我儿子 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我儿子就主动喊他爸爸了 说一下当时的情况 你这儿子也太容易改口了 他见他第二次的时候 我们一起带孩子出去玩 然后在那个商场 买完东西出来的时候 他就在前面提着 那个兜子在前面走 然后我跟儿子在后边跟着 然后我儿子捧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玩具 就是他当时给买的 然后孩子就特别吃力地往前走 然后就突然间喊了一声 爸 你背我背 然后他在 蒙了吧 对 站在前面 当时我感动得不行了 真愣了 给我感动得真的 都要哭了 真的 完了 我就回头把所有的东西 都愣下来 我就把它背了起来 真的我拿的孩子 就是事如己出 因为我妻子 也就是做了子宫全结束 也生不了孩子了 就是我们爷俩就是相对于来说 就是亲爷俩 要不得当时我妻子也会有一个孩子 有一个我们共同的孩子 怎么了 我爸 我父亲就是2015年的6月份 脑出血二次复发 就是住进医院了嘛 好了 我妻子就是回到 跟我回到送严医院 去伺候我爸 晚上在医院的走廊里住 因为他当时就是病房很紧张 没有地方去住 因为那医院里阴冷 所以我妻子就是被感冒了 感冒又吃药又打针 肿也不好 完了一检查 说你怀孕了 当时是一个主任说 那个那怀孕了 这孩子你也要不了 因为你打针吃药 完了所以这个孩子就打掉了 为什么要子宫全切 因为他就是 当时被检查出来的时候 说那个主任就劝他说 公颈癌对吧 对 公颈癌 让他做追切 但是家里人都不太同意 就所以尤其是我 就是做持反对意见 就是你做全切 全切来对以后也有个安全 也就是说 在孩子和他的健康之间 你选择了他的健康 对 这个你妈跟他关系特别好 老家的姑娘 他对我妈好 说说来听听怎么好 我妈今年的 五月份 五月份 乳腺癌 有 住进医院 长生的医院 不是跟他差不多时间吗 对 对 你还在康复期 对 我们相差半年 长了半年 住进了医院 完了就是 我的妻子 就是起早爬半夜地 给我母亲去包饺子 煮饺子往医院送 给他们送吃的 然后在医院伺候我妈 照顾我妈 照顾的真的非常好 她妈对你也不错 我婆婆对我非常好 就是包括我生病的时候 在医院住院 都是婆婆在医院照顾我 那个时候 婆婆还没有生病 就没见过 这么好的婆媳关系 真的 我就挺欣慰的吧 为什么每次都说到 一个说到她儿子 一个说到 刚才这个她病了 你都眼圈是红的 因为她俩在我生命当中 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妈不重要 妈也重要 因为我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你母亲去世了 就在前几天已经去世了 怎么了 母亲还转移 你父亲也走了 所以现在就是心里目当中 最重要分量最重要的 就是她和孩子 你们彼此之间 最能感动对方的 或者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最难忘的一件 就是我生病手术的时候 在手术室 一共是三个小时的手术时间 然后其他的家人啊 父母啊 还有我的亲戚朋友 都在手术室外面的 那个休息室等着我 唯独我老公 一直在手术室门口蹲着 一直蹲了三个小时 然后他一直是在哭的 一直从我进去开始哭 一直哭到我出来 然后我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 我听到的第一个声音 就是我老公 然后他一直在我耳边 喊我的名字 这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一件事情 当时你还才刚刚醒麻醉 对 人还是模模糊糊的 对 但是我在模糊的当中 就能感受到特别清晰的 两个字 老婆 现在你岳母啊 还反对你们俩在一起吗 不反对了 不反对了 现在 对